九月也是个妙人 两人这才刚回家 这日就收到了九月托人带来的东西 不过 之前他们在外面的时候 也给九月薛章送去不少东西 九月大概猜测他们临近新年 总要回家 所以才送了东西过来 薛芳菲一样一样的给萧衡解释 九月带了什么东西 最后拿起的那一样东西 薛芳菲没说话 于是 萧衡猜出来了 那大概是九月给她配的用于某些方面的药 萧衡生硬地说 宿国功夫不需要这样的药 薛芳菲被她的样子给逗笑了 萧衡的确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药 不过 有件事让薛芳菲有些困惑 之前两人出行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 想要再生一个孩的 可是 出去这么长时间了 薛芳菲的肚子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此次出去 大多都是在客栈里 虽然 财大气粗地说 国功每次要的房间都是上房 但也有时候客栈里会住满各种各样的人 而且 客栈的隔音都似乎不怎么好 某次 他们就被迫听了一次活春宫 自那之后 萧衡就走到哪里都租住在宅子里 不过 他们此次出行没带什么人 萧衡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 不是走到哪里都能顺利租到宅子 于是 两人虽日日在一处 但有些时候 两人其实是没有在家方便的 但 这也不是薛芳菲还没有怀上身孕的原因 薛芳菲猜想 可能她的身体 就是那种不易于怀身孕的体质 她都有些无奈了 早知如此 之前还喝什么九月给她配的鼻子药 有什么好喝的啊 夫妻本为议题 薛芳菲这边没消息 这就很容易让别人误会所国公是不是不行的问题 大概 九月的药也是如此来的吧 这误会 可真是不小啊 于是 这日晚间 薛芳菲想这个事情就有些入神 而且 她自己还毫无意识地把那瓶药抓在手中 你这是 还想给我下药 萧衡走进房间 看见她这个样子 她大概想到上次她给她下药的事情了 恩 薛芳菲如梦方醒 看着自己手中的药 才知道萧衡说的话 所以 你一点都不好奇 这要吃下去会怎么样吗 薛芳菲反问她 好奇害死猫 萧衡饶有兴趣地看着薛芳菲 难道 这是因为她之前还折腾的她不够吗 这女人 胆子从来肥 算了 我随便说说 薛芳菲刚有些走神 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萧衡平时折腾她就够呛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我现在又有兴趣了 萧衡愉悦地想要去拿药 别 夫君 你看你家娘子如此娇弱 夫君已经很厉害了 吃药就不怕你家娘子守不住 还望夫君怜惜 她有些可怜兮兮地撒娇道 其实 我刚刚是在想事情 走神了 所以才会说错话 见萧衡还盯着那样 看上去很想吃的样子 薛芳菲换了个话题 想什么了 我在想 我为何还没有身孕 我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要不要找个太医看看 或者找九月看看 你就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吗 萧衡气定神闲地看着她 这也可能是我的问题 薛芳菲疑惑地看着她 哪有男人承认自己这方面有问题的 你有什么问题 没吃药 萧衡盯着她放进去匣子里的药 露出一个阴险的笑 或者是不够努力 薛芳菲彻底无语了 就说这个男人不知道那脸是什么吧 就说他的脸皮越来越厚吧 不过 他这个样子 越来越好看 是怎么回事啊